2023花蓮太平洋重谷马拉松 18号行李超过6000名的选手 齐聚在美轮田径场 从193线到出发 沿着两坛自行车道享受湘海美景 市长魏佳燕也感谢参赛随手热情参与 用行动力挺体育结合观光的运动赛事 一人潘若迪站在舞台上带动现场气氛 引领所有贵宾选手展开肢体火落筋骨 2023太平洋重谷马拉松在今年迈入第九届 18号一早就吸引超过6000名选手聚集在美轮田径场 而其中花蓮市姐妹是云纳国挺 及优厚城市北海道串入市 今年也都派出了代表选手前来参赛 去年一名52岁黄庭红先生 参赛时迎行机梗塞不知倒地 经过治疗三个月后才成功脱离险境 没想到今年却再度来参加五公里赛事 因为还是要出院了之后还是要锻炼 他顺便也带动一下家人跟同事他们一起来跑 刚出来的时候脚可能还都不会动 坐了两个月的轮椅 现在会跑 可以跑十几公里 而市长卫家宴及创办人卫家贤 也特别颁证勇士杯及伴手礼 除了希望他能在未来的人生持续保持健康 更称赞他是不畏惧的曾勇士 其实很感动 那今年其实在年初的时候就有跟他约定 要回到我们这个赛事来做相关的一个比赛 那他今年也有私讯给我 说他要回来参加五公里 那过去去年的时候 他是参加42公里的部分 那因为他身体的状况造成了跑步的过程里面有身体发生了一些心脏的问题 那后来所有的急速过程抢救得以后 让他能够恢复他的生命 真的是一个奇迹 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要保持相关的运动 让自己的身体维持一定的健康 这次其实我们也算是一个外交上的一个突破 那我们这次是请我们的前黑岛萌小姐做一个代言 那这次也有非常多日本的友人来到报名这次的赛事 那真的非常感谢 我想我们的交流 其实一直以来就是用实质上来去做一个 不管是在活动或是有一些艺文跟文化 那也希望在明年我们的直航能够一切顺利 那未来也希望能够带市民 或是也请美国的居民都能够来更做进一步的一些交流 太平洋重古马拉松 今年有超过10国的选手报名参赛 市长威嘉燕表示 公所未来会持续推展国际城市外交 让更多国外的朋友认识花莲 看见台湾的美好 也希望来到花莲的朋友们 通过赛事爱上花莲 记者 徐立琴 花莲市报道